各位朋友,我們回到柔霸來廢話 單元第四集 已經好久沒有錄到柔霸來廢話 好像到10月 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在錄 各位朋友聽到柔霸聲音有點沙啞 有點感冒 喉嚨 現在有點不舒服 我們回顧今天是 2020年的第一個禮拜 我們來做一下 2019年的回顧 其實2019年 是一個 悲喜交加的 年份 我們在 2019年出國去日本 玩了一會 那回來之後也在宜蘭啊 或是各個縣市 都有出現柔霸行蹤 那但是呢 到10月之後 我們去做了一次體檢 柔霸發現了膽囊長了席肉 那膽囊席肉處理起來 雖然是減軟小手術 不過一直到現在還猶豫 到底要不要切除膽囊 好現在 現在已經膽囊席肉已經一公分了 可能在過年後 我會把他去做 切除手術 10月 發現了這個小問題 醫療上面的問題 那 羅霸外公呢 又在12月份 因為 因為一些 原因 所以上天堂了 雖然羅霸也是 有點難過 可是 畢竟 使命到了 我們還是祝福 我們外公在天堂 過得 開心快樂 好在這 2019年的 結尾 雖然不是一個 Happy Ending 那我們期待我們 2020年的開始 是個 Happy Start 祝福 祝福各位朋友 在2020年 和這個 金屬年 都能夠 心想事成 步步高升 我們2020年 這個 頻道的規劃 也沒什麼規劃 就是 繼續拍 繼續分享 生活 我們可能 會 著重在這個 頻道開箱 開箱啊 或是 柔寶貝的玩具 開箱 這類的 方面的影片 可能會多一點 畢竟現在開箱 還是 YouTube 這個上面的一個 主流 我們頻道看起來 我們開箱 開箱的影片 比較多人看 2020年的 頻道走向來 開箱會比較重一點 不過開箱呢就是 關係到你要有一些 資金的投入 所以 2020年可能也是 我爸 經濟會很困頓的一年 有沒有 縮一結石 找一些金源來做 開箱 我們今天來說 現在開箱主要是生活上面會用得到的東西 如果有一些比較有趣的啊 我們也可以拿來做開箱 那如果各位朋友有一些 想說我爸開箱的 其實也可以建議一下 那只是說開箱啊 那只是說開箱啊 這個頻道 可能就是要 要多一點心思啊 不是說 想分享就分享 我們要對這個產品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在 做 做的細節上面可能就會要 比較有巧思一點 這是在 我爸自己在 對 頻道2020年的 一個規劃 那生活方面呢 還是 照樣分享 持續的 製作影片 分享給各位 做這個頻道啊 其實就是想要分享一些 啊我們生活上 想要快樂 怎麼樣讓自己想要快樂 這些 出遊啊 或是日常生活啊 當然平時 生活上面的苦悶也是有啦 只是說不會把它分享到影片裡面 我們都分享一些快樂的事 希望帶給大家比較 光明面 這些痛苦事我們就自己放在心裡 不會拿出來給各位講 今天就是大家在 2020年第1週的一個 柔霸廢話第4集 跟大家 簡短的分享一下 啊 那我們就 之後 2020年 持續希望各位朋友的支持 在這邊先跟各位朋友辦個早年啊 再幾個禮拜 就要 農曆過年了 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夠 在過年 過年期間啊 風衣足食啊 對不對 有什麼好話 哎 現在一時想不到 神祝福各位朋友 金屬年 賺大錢 啊 好吧 各位朋友 就下禮拜見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